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伍白! 好久沒來做實驗啦! 今天來做一下這個 有關科學的實驗 好啦!我們就是 想說要做什麼呢? 就做這個 自製卵銅吧! 自製卵銅 那當然這個材料很簡單 就是用這個紅紗 紅紗跟這個 膠水 注意這個膠水裡面 它要含有這個聚乙吸醇 要有聚乙吸醇 如果沒有聚乙吸醇的話 它跟這個紅紗 就沒辦法產生所謂的膠連作用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做齁 那這個紅紗本身來講 對水的溶解度很低 所以 我們就稍微 加一點點水 其實不用太多啦 然後咧 把紅紗放進去 那這個時候咧 我們就加入色素 因為 因為如果你用透明的話 原則上魚不太 不太會來 髒臉 所以咧我們把它加紅色 魚比較明明的顏色 整杯變紅色的 好 再來就是動軸器啦 膠水 那你澎沙調濃度越高 原則上來製出來的東西 就是越硬 而且彈性越好 澎沙的濃度越低 製出來的話咧 就是 形狀越容易變形 越軟 你知道嗎 像人家網路上有做的什麼 史萊姆啊 筆地蟲 其實它就是用這個原理 只是調配 那彈力球是這個原理 那我們是要用它來做這個 類似軟蟲的東西 好 那我們把這個 膠水倒下去 膠水倒下去之後咧 其實 有這種成分的 就是基於西純的 它原則上咧 就會立刻把它戳起來 就是一撲 知道嗎 那你這個 趕快攪拌 這時候咧 我們先不要加太多澎沙 因為它這時候還沒有成型 等到你要把它捏到特定的形狀咧 再把它加 照料 好 這個時候咧 出現一塊這樣子 這個其實還有一點點黏性 形成一個比較高濃度的狀態 好 這個時候咧 拿到手上面來 開始捏 這樣子是有一點點彈性 你看它這樣子是有一點彈性 放在桌上 其實它會跳 有沒有 那有點類似軟蟲的效果 這樣子 不知道這麼大條 會不會有 很太大條 把它點半好了 稍微捏一捏 這形成一個非常彈性的東西 雞頭勾 把它勾過去了 有點醜醜的 怎麼樣 怎麼樣 然後 然後 現在 看到魚又不一樣了 拜拜 來 試試看吧 好不好 喱 兩兩的地方 一條 小腳子的 勾起來 好 勾起來 1 哇,被咬斷子 被咬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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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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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